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来到本期华尔街电视的华尔街排行榜节目 在本期华尔街排行榜节目中 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Trip Advisor为您推荐的最有趣 最适合现在去的豪华邮轮线路 首先来看到的是夏威夷航线 夏威夷航线对于人在美国的旅游者来说最适合短途出行 这里有丰富的热带海洋风情 豪华邮轮航线也十分密集 如果您喜欢美属夏威夷群岛的热带风光 并希望到南端的塔西提岛来看一看原始居民的屠住习俗 那么这条线路恐怕十分适合您 另外如果您希望学习冲浪并坐吉普车探险 或是搭乘直升机到火山口去看一看 也可以选择夏威夷线路 而排名在第九的则是南美洲线路 南美被认为是全球最好的环球邮轮航线之一 在海上宁可环绕整个南美一圈 途经乌拉圭阿根廷智利秘鲁巴西等国 整条行程景观正美 航线一直享有非凡口碑和声誉 不仅可以领略到南美风光 想尽不同国家的南美民风 最重要的是航线可以绕行著名的河恩角 并穿越著名的麦哲伦海峡 如果您对航海时代仙虚们环球航行有执着 那么这一条线路或许是您最好的选择 而排名在第八的则是著名的北欧航线 如果您喜欢山峰 绝壁 湖泊 冰原和瀑布 那么这里恐怕是对您的最优选择 所谓的北欧北极航线 往往包括挪威西海岸波罗地海 冰岛格林兰岛集权航线等多种航线 每年的最佳旅游时间在夏季六至九月 如果去挪威瑞典芬兰麦冰岛北欧五国或法属布罗群岛 这条航线在六月出发最为合宜 北欧航线可以看到沿途的峡湾景观 如沿着奥斯路北上还可以经过松温峡湾 并且看到盖伦阁峡湾的有关景象 身在亚洲的朋友如果不愿出原型 日航航线也是不错的选择 根据TripAdvisor的排名 日航航线被排在第七名 这是亚洲经典的豪华邮轮航线之一 可以一路达到日韩南部城市 包括福岡长崎路尔岛冲绳 宫崎福山首尔等地 此外日本北海道小尊 航馆渣航等城市也是日航航线经常途经之地 日航航线全年基本通行 可以普偿美食 而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景观 三至四月櫻花旧有专门的赏银航线十分受欢迎 但是由于需求旺盛最好提前订阅 而如果您对极低探险有兴趣 根据TripAdvisor的建议 不妨去南极航线去看一看 这里有数量最多繁衍最成功的动物群落 还有各种各样的冰川 您可以去南极科考站 看到企鹅信天翁和向海报等 如果您喜欢看动物世界的话 许多动物世界中曾经出现的物种在这里都可以看到 而根据TripAdvisor的建议 最适合旅行的时间一般在十一月至四年三月 而十二月至一月则是旅游旺季 南极航线一般只有在南极的暖季 也就是十一月到三月的时候运营 寒季则没有环球邮轮旅行项目 而对于远途旅行签证不方便的朋友而言 东南亚航线也是不错的选择 在TripAdvisor的排名中 东南亚航线命列第五 东南亚签证方便 国土普遍面积小 而不同的国家风情不一 这里全年气候温暖 中年适合旅游 邮轮以香港新加坡曼谷马尼拉马来西亚 吉隆坡等多个国家或旅游城市为主要目的地 在南海泰国湾印度洋和菲律宾海都有各自航线运营 而如果您喜欢北欧风光 但是又不喜欢极低的枯燥景象 那么不妨尝试的是排名第四的波伦地海航线 这一条航线基本上包含了北欧知名的大城市和港口 比如挪威首都奥斯陆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埃萨尼亚的首都塔林 以及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 以及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等 同时也会包括波兰和俄罗斯等国家 波罗的海航线有时也包括荷兰等国 对于北欧和俄罗斯风光可以尽收眼底 波罗的海航线最佳旅游时间在五月到九月 而对于身在美国者说 如果您喜欢北极风光 但是又不愿出行太远 阿拉斯加航线也是经典美国国内航线之一 最佳旅游时间一般被认为是夏季的五到九月 除了内湾航道冰河湾航道之外 选择阿拉斯加航线游轮可以有三十多种不同路线选择 比如如果您喜欢动物的话 可以专门有稀奇动物浏览航线 供您选择 包括蓝鲸灰熊等珍稀动物可以随时看到 每年秋季最后一个航次可以看到极光景象 感受艾斯基默人的生活 在Trip Advisor的排名中名列第三 而排名第二的航线就是著名的加勒比海航线 这里全年都事宜与旅游 豪华游轮航线一路上可以看到近万个不同的岛屿 如果应对十七世纪的海盗文化有独特兴趣 在一路上也可以经有看到 如果西方来看加勒比海航线有东西南北中加勒比海以及多线组合 同时也包括一些短程航线 比如环绕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短途航线 包括迈阿密出发的航线途径古巴海地多米尼加亚迈加和墨西哥等地也是不错的选择 而根据Trip Advisor所分享的排名 排名第一的航线是地中海航线 这里被称为古文明之旅 历来是环球邮轮旅行的首选 而如果您有了解顶级邮轮公司 往往在这里都会常年巡航 这里包括以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为主的西地中海航线 以及以意大利希腊土耳其为主的东地中海航线 还有东西联合地中海航线等 如果是环地中海游轮一般会抵达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摩纳哥 突尼斯乌克兰以色列等将近二十多个国家 最佳旅游时间在四月至十月 而期间不同的季节也会有不同的景象 值得注意的是地中海航线往往十分热门 如果希望携家人旅行最好提前订票 不同的邮轮公司所提供的服务也略有不同 可根据您的需要适应选择 在本期华尔街排行榜最后特别要提醒您的是疫情防控有关建议 根据美国CDC的建议 如果您完全接种了疫苗 出海旅游才是较为安全的选项 CDC已指示邮轮公司百分之九十五的乘客和船员必须接种疫苗 并建议巡游者等到完全接种疫苗之后再进行巡游 在疫情之后 邮轮线路往往有更加加强的健康和安全协议 要求清洁空气过滤 并且附有医疗中心增加无触摸服务设施 可以借此订购食物 如果你暂时没有接种疫苗 但是又想乘坐邮轮旅行 您将被要求必须费用自理进行COVID测试 同时也对旅行保险有更高额要求 在船上您还将被要求戴上口罩 并且有一些船上和船外的活动可能受到限制 具体的限制有哪些不同的公司和航线可能有不同的要求 也请您率先了解以便不必要的麻烦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排行榜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点赞分享订阅我们的频道 加入频道会员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